第四课 子鹿悲谜 课文 子鹿悲谜 从前大概在距今25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 有一个人叫子鹿 他是孔子最年长的学生 流传至今的百里悲谜 讲的就是他孝敬父母的故事 子鹿的父母都是农民 由于连年的战争 家里生活非常困难 一天 子鹿从外面回来 听到父母在屋里说话 活了大半辈子了 别说鱼肉 只要能饱饱地吃上一顿米饭 也就满足了 子鹿听了 心里觉得十分惭愧 他暗下决心 一定要让父母吃上米饭 不能再委屈他们了 子鹿打听到百里之外 有个有钱人 家里缺干活的人 决定去试一试 那家主人见他身体结实 就留下了他 子鹿干起活来十分勤奋 主人很喜欢这个小伙子 半年后 当子鹿要回家时 发现主人给的银子 比他应该得到的多了许多 子鹿老老实实地告诉了主人 主人笑着说 孩子 公钱没算错 你做事情快 这是我给你家的奖金 谢过主人 子鹿高兴地上路了 路过镇上 他买了一袋米 一块肉 两条鱼背在后背上 天气非常寒冷 雪地很滑 子鹿不小心滑了一下 背上的米袋差点被甩出去 他顶着大雪往前走 扶着米袋的双手动得不行 就停下来暖暖 再继续赶路 终于到家了 见到父母 子鹿把给他们买的东西 及剩下的工钱 都交给了他们 一家人高高兴兴地生火做饭 饱饱地吃了顿团圆饭 后来子鹿的父母去世了 他也南下到了楚国 楚国国君觉得他很有本领 是个人才 就留他做了官 并给他很优厚的待遇 但他并没有因为物质条件好 而感到欢喜 反而常常诚恳地说 多么希望父母 能和我一起过好日子 我现在有了一点成就 可他们已经不在了 即使再想卑靡百里去孝敬双亲 也不可能了 中国古代有句话 叫百善孝为先 意思是说 孝顺父母是各种美德中 占第一位的 子鹿为了让父母吃到较好的食物 不怕辛苦 这种做法确实值得我们学习 课文 子鹿碑米 从前 大概在距今 两千五百多年前的春秋时期 有一个人叫子鹿 他是孝子 他是孝子最年长的学生 流传至今的百里悲靡 讲的就是他孝敬父母的故事 子鹿的父母都是农民 由于连年的战争 家里生活非常困难 一天 子鹿从外面回来 听到父母在屋里说话 活了大半辈子了 别说鱼肉 只要能饱饱地吃上一顿米饭 也就满足了 子鹿听了 心里觉得十分惭愧 他按下决心 一定要让父母吃上米饭 不能再委屈他们了 子鹿打听到 百里之外有个有钱人 家里却干活的人 决定去试一试 那家主人见他身体结实 就留下了他 子鹿干起活来十分勤奋 主人很喜欢这个小伙子 半年后 当子鹿要回家时 发现主人给的银子 比他应该得到的多了许多 子鹿老老实实地告诉了主人 主人笑着说 孩子 工钱没算错 你做事勤快 这是我给你家的奖金 谢过主人 子鹿高兴地上路了 路过镇上 他买了一袋米 一块肉 两条鱼背在后背上 天气非常寒冷 雪地很滑 子鹿不小心滑了一下 背上的米袋 差点被甩出去 他顶着大雪往前走 扶着米袋的双手 动得不行 就停下来暖暖 再继续赶路 终于到家了 见到父母 子鹿把给他们买的东西 及剩下的工钱都交给了他们 一家人高高兴兴地生火做饭 饱饱地吃了顿团圆饭 后来 子鹿的父母去世了 他也南下到了楚国 楚国国君觉得他很有本领 是个人才 就留他做了官 并给他很优厚的待遇 但他并没有因为物质条件好 而感到欢喜 反而常常诚恳地说 多么希望父母 能和我一起过好日子 我现在有了一点成就 可他们已经不在了 即使再想卑靡百里去孝敬双亲 也不可能了 中国古代有句话 叫百善孝为先 意思是说 孝顺父母是各种美德中 占第一位的 子鹿为了让父母 吃到较好的食物 不怕辛苦 这种做法 确实值得我们学习 生词 悲 从前 时期 流传 至今 孝敬 农民 战争 满足 惭愧 决心 委屈 委屈 大厅 主人 结实 勤奋 银子 老师 震 后背 滑 甩 顶 扶 不行 队 团圆 去世 国军 本领 人才 官 物质 反而 诚恳 成就 古代 孝顺 美德 战 实物 专有名词 紫路 春秋 孔子 楚国